请各参赛队伍 赛事章程规定 评委有问 破题立论 各书几件 对局中观环节 分别由队伍内艺人负责 不得重复 请双方变手注意 首先进行的是 评委有问环节 赛事评审团 事先理好关于 本场比赛变题的问题 由双方辩论队 随机抽取几方的问题 并由任意变手 立即作答 下面有请众方代表 首先抽取几方的问题 随便走 众方抽取的问题是 在理方的观察中 垃圾分类制度 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 请正方辩手作答 计时一分钟 有请 好 那先聊到垃圾分类制度 最根本的意义的话 实际上我刚才是这样子的 那垃圾分类制度 如果已经局限于 它没有加上公用 或者加上个人的这个语境的话 在外面在垃圾分类制度上面 它最根本的意义在于 面对现在这一个整个环保 整个环保环境 在这当中 垃圾分类制度扮演的角色 就是它真正的意义 那我刚看到的 在当中扮演的角色 是在于 对于现在一个环境承载力 已经比较超标 各个程序出现的垃圾围城状况 这么一种现状之下 垃圾问题 它在这里面需要急迫的被得到解决 所以垃圾分类本身 就用于解决这些问题了 而且会接着讨论变解语境 进入到公民部分之后 我发现要讨论的在于 今天公民这个东西 放出去以强制手段 强制它加入垃圾分类的阵列当中 那能不能够 或者说应不应该 以用这种强制的手段 让公民加入这个 会不会对我们整个 实施前面存在的目的 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是我旁看到的垃圾分类 在这种变地上 就是根本的意义所在现 感谢众方同学 下面有请反方便手 出取几方问题 反方抽取的问题是 如果强制不是必要的 那么为什么之前这么多年 垃圾分类的效果都不好 有请反方便手作答 同样计时一分钟 有请 如果垃圾分类想要解决 当前垃圾危守的问题 那么前提条件 是要有各个的基础设施 处理垃圾分类之后 产生的这些不同的垃圾 比如像干垃圾分类处理 但问题是 中国现在不便缺少 这些基础设施 那我们还认为 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当中 不具备这种基础设施的情况下 即使垃圾分类之后 还是被混合在一起 分到其他地方去处理 那这样的情况下 民众对于这条设施的反感 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方认为 当前中国垃圾最原 最原的问题 其实并不在于 是不是应该强制分类 而是在于建设好 当时的基础设施 在基础设施完备之后 我们再进行强制垃圾分类 而在这之前 我们认为只要宣传 或者赢的就足够 以上 感谢反方同学 下面有请评审团成员 斟酌后举牌示意 本环节的获胜方 有请 谢谢各位评审 众方在本环节获得一票 反方在本环节获得两票 恭喜反方获得总结成词 顺序优先选择权 接下来进入 破题利润环节 首先有请众方便手 进行利润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各位好 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 什么是垃圾分类制度 以及什么是采用强制手段推行 对于垃圾分类制度 以最近上海推行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例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选评 生活垃圾特性和处理 必用方法来制定分类标准 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 运输和处理 而强制推行所代表的 政府强制手段 是一种由政府强制保障的 必须实施的行为 如西拉车强制暴费制度 追止加车在行驶的一定里程后 政府强制报备回收 所以今天讨论的关键就在于 在当今中国的环境状况下 不只是垃圾分类 连用当前的垃圾填埋梳理模式 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我们能否接受 理解垃圾分类梳理的有效推行 是有需要民众作为责任主体 以强制手段作为最后一条底线 确定其有效的推行 接下来 我幻想基于这两个方面开展论证 其一 在当今中国的环境状况下 城市生活对于自然环境产生的压力 一大上限 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行 不在眉睫 城市生活会对自然环境产生生态压力 当这些压力超过了环境状态力时 就会使环境进入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根据沙海社会科学研究院 状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报告 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中 自然资源承态力超载和严重承态的城市 高达61.8% 零件超载的城市为26.4% 此时提高环境生态力成为了当前城市发展的机会议题 同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的报告指出 截至2011年 全国超过4.5%的城市以为垃圾包围 当年已堆机会处理的垃圾超过5000万吨 不管是维持现状或者是修建更多的垃圾填埋场 在如今的生态生态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堆放后填埋生活垃圾所产生的绿叶 自然环境已无法承担 而垃圾分类制度则是通过对石头垃圾的分类处理 进行的做到无害化与资源化 是垃圾的堆肥 干垃圾粉烧发电 可微说的循环利用 以此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其二 强制民众参加垃圾分类 才能确保垃圾分类制度的有效推行 垃圾分类制度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工程 其中对于环境问题严重性的科普 分类方式的补给 以及民众意识的培养 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时间证明 垃圾分类制度一旦推行失去了强制力 它将难以达到成效 在现年起 上海等八个城市 以政府为责任主体 推行的垃圾分类制度 并为强制公民参与 首小胜威 以上海之为例 在推行了15年的垃圾分类制度之后 截止2015年 仅有6.4%的上海区民表示自己在实施垃圾分类 上海市人群不断地动工修建新垃圾分类制埋场 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 1992年强制推行的垃圾分类制度 到了2014年 巴西的资源回收利用率 已接近了发展国家水平 多数大型垃圾停牌场 已无需使用 从而斑停 梅瑞丁德等发展国家 均通过立法手段 来确保民众在原头上 采取垃圾分类制度 确保其有效性 综上所述 国防经理认为 当今中国需要 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谢谢 感谢众方同学 下面有请板方变手 进行破题利润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旧垃圾分类制度 我们双方没有任何的分歧 中国应该强制实施垃圾分类制度 只现今中国的大部分城乡地区 均需实施 仅占7%的46个城市试点实施 并不能认为 整个中国都应该实施 比如说上海实行了高考改革试点 并不能证明中国大多数地区 都有高考改革的土壤 我方认为 中国的垃圾问题 当然是需要处理的 而环境保护也至关重要 但垃圾分类 必须建立在分类预输 处理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否则便会沦为空谈 而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 垃圾处理基础设施 在短期内难以建成 强制垃圾分类没有用处 反而可能会引致民意的反弹 因此不能推行 我方认证如下 第一 当今中国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 具有总量不足 且城乡差最大 东西不差最大的显出特点 强制全国范围内 推行垃圾分类 根本没有意义 垃圾分类的火害化和资源化 至少是建立在 干湿垃圾分开处理的基础上 干垃圾运往焚烧厂焚烧 是垃圾运去堆肥填满 是最基本最粗糙的处理方法 但根据中国成建院 总工程师徐海云的报告 十三五规划中 本来规划新建 529间垃圾焚烧发电厂 截至目前 由于高达1万亿左右的建厂被缺口 还有311座未能建城 要知道 我国18年的财政收入 只有18万亿 1万亿是一个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来讲 难以短期筹集的天文数字 而且已建成 和规划在这里的垃圾焚烧场 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 浙江 山东 广东 江苏四省 又有中国判处以上的垃圾处理厂 而广广的西北地区 最近有8座垃圾焚烧场 占比仅为2% 广大农村地区的垃圾处理设施状况 就更令人心惊了 40%以上的建制村 缺乏垃圾收集设施 还在前区检疫的垃圾露天堆放 而多数地区 即使区域将垃圾分好类 也没有足够的垃圾处理厂区正确处理 那自然达到解决垃圾问题的目的 第二 当今中国大部分地区缺乏推行 上这大积分类足够的民意基础 政策的执行力低下 相信推行容易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公共政策学理论指出 民众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体现在政策执行的方方面面 如果新推行的政策 与民众原来的习惯有差距 那么就存在较大的政策执行难度 而推行难度较大的政策 就必须要让民众看到其真实的 实行效率和对问题的解决力 但在基础设施严重缺乏 本期内无法新建的情况下 民众得知自己辛苦分类 不分类还会被罚钱的垃圾 最后还是混合处理 那么民众必然产生对政策的反感 甚至质疑政府制定政策的科学性 日本的爱知县 就从发生民众目睹垃圾被混合 从而发生抗议的相关事件 长此以往 政府的公信力及政策的执行力 都会受到影响 东上国方认为 登记中国不应该强制实施垃圾分类制度 谢谢 感谢本邦同学 下面进入比赛第三环节 各输己见 由双方任意变手进行博论 首先有请正方变手 计时三分钟 有请 各位好 对方的论证总结下来一句话 就是说垃圾分类实施的前提是 一定要有处理垃圾分类的能力 但对方的论证坦白讲是缺失的 他告诉我们事情什么 垃圾焚烧场目前已经建成了只有600多座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600多座的垃圾焚烧场 为什么不足以满足当前中国这些垃圾处理的需求 对方有主帧吗 没有 他方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专家的话 说目前我们缺失很多垃圾焚烧场 还有很多建成 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因为这缺失 他方没有告诉各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方说垃圾焚烧场的分布不平均 或者说应该是东西物差异明显 可是这背后也是因为 每个城市它的垃圾生产量不同 离贵宗市维利 贵宗市每年的垃圾生产量 大概是50万吨左右 可是北京市这个数据所长 550吨 所以各位很明 950万吨 所以很明显的 不同的城市他们生产的垃圾总量不同 本来需要的垃圾焚烧处理厂的数量 也就不一样啊 对方这个时候告诉我说有差异 有差异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总的下来 对方还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我们当前的垃圾焚烧场 这一系列的设施 不足以去应对当前分出来的垃圾 这是第一个 他方论证缺失的地方 第二个论证缺失的地方在于什么 他方没有考虑到 即便是按照这现在的600多个厂 我们如果实质的去做垃圾分类的话 强制做垃圾分类 他能够确实给我们带个利好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垃圾分类背景的缺失 对方同学讲 600多个厂 如果全面投入实施的话 贵了多少 他没有告诉我的 我来告诉各位 一个垃圾分敞场 每天可以处理的垃圾 大概在100万吨以上 而这样600多厂 如果可以得到全面的动工的话 他能够直接来 中国6000多万垃圾的处理 而反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 如果不去强制实行垃圾分类 结果是什么 就是没人去做垃圾分类 我们根本就收不出来垃圾 中国不是第一天开始做垃圾分类的 从两千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实施 实行了18年 最后的效果是什么 8个试点城市 接近了一切所能 最后收效生互 上海社会 只有6.4%的人做垃圾分类 所以各位 第一个 即便是目前设施有一定缺陷 可是对方也没有办法认证到 当前设施还不足以去处理 我们可以分配出来的 可以分类出来的垃圾 这是第一个论证的缺失 第二个在于 即便是以目前的 不足够的这些工厂 它也可以其大程度的去怀疑 我们当前的问题 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真正的关键的地方在于什么 在于我们当前的城市生态 已经哪里再承担 继续用过去的那种 垃圾填埋的方式 去给城市继续加上负荷了 全国600多个城市统计 有超过400个 应该是500多个城市 它面对垃圾围城的状况 垃圾围城地位是什么 在城市周围 这些垃圾就直接露天 或潜意填埋都放在那里 它直接会带来那个地方 水资源土地资源都无法再利用 这种破坏是不可逆性质的 同时即便是对方同学 要继续选用垃圾填埋的方式 垃圾填埋场里面 所产出的这个胜利液 它的阻止它进入大气循环 进入生态循环的实现已有7年 我们所有不续选用垃圾埋的方式 都是给你们支持 谢谢 感谢众方同学 下面有请反方便手展开博论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端友 很高兴今天端友达成了两个共识 首先端友并没有反对 他都要论证的是 在全国大部分城乡地区 都应该实施强制垃圾分类政策 也就是说端友在接下来 必须向我们论证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都有这样的基础设施 而第二点端友刚才是指责 我们的论证不足够 他方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方在接下来已经论证了 基础设施确实不足够 而且这个不足够难以在短期之内填补 那么当今中国强制推行垃圾分类政策 就没有强制条件 那现在我就来认证给大家 其实都有对于当今中国的垃圾产量的数据是错误的 今天每年中国垃圾年产量是4亿万吨 也就是说在2亿万吨的城市垃圾之外 还有大约1.8亿左右的生活在农村产生的垃圾 而这些垃圾就算按对方给我刚才一个数据 6000万吨能够处理完吗?不能 而且对方给我刚才的垃圾焚烧场的数量也是错误的 实际上是只有364座 那这364座每年能够粉浄的垃圾量是大概多少呢? 1亿3000万吨 可是我们每年需要粉浄的垃圾是多少? 是2亿吨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有大概7000万吨左右的缺口 而这7000万吨左右的缺口大概需要300多间厂 这也是十三五规划中为什么规划了500多座厂的原因 那么规划了500多座厂 为什么现在只建成了100多座 有300多座没有建成呢? 我方刚刚取得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专家 他是成建院的总工程师 也就是这种垃圾处理的基本的 都是由他来规划完成的 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建成 是因为垃圾焚烧场的资金 每建一座厂就需要大概35亿 建300多座需要1万亿 我们都知道这1万亿对于一个基础设施的趋势来讲 基本上是要天文出色 请接下来都没有跟我认证 这1万亿您方要从哪里取证出来? 而且都没有东西工作贵卓跟北京相差很大 是啊 现在西北部地区只占中国垃圾焚烧场的2% 您方是想跟我认证说 西北部地区产生的垃圾只占2%吗? 我方今天把中国东西部的垃圾焚烧场的大致分布 给大家感动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垃圾焚烧主理厂 全部集中于东部沿海 广望的西北部地区只有8座厂 您方要知道 天文这样的基础设施需要多长时间用 需要多少资金吗? 如果您要在接下来没有办法跟我认证的话 请不要如此轻巧地说 我们只要让民众把垃圾分好垒之后 接下来的垃圾就会很好的分类处理 请问一下我们又没有魔法 现在如果没有办法分类处理 让民众把垃圾分了垒 这是在让民众搞行为艺术吗? 我方认为这样的动作毫无意义 这样的政策也不应该推行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同学 下面进入比赛第四环节 唇枪舌剑 正反双方各有8分钟时间 可自由选择攻击方式 与攻击用时 每方必须主动选择发起 陈词、质询、对变 三种攻击方式至少各一次 并且每一轮攻击用时 需是30秒的倍数 最短至少选择30秒 在质询环节中 只扣除质询方的时间 质询和打断 但需遵循无秒保护的原则 在对变环节中 双方将被透出同等的时间 那么首先由正方 率先发起进攻 正方选择的攻击方式是 30秒 正方选择质询 有请正方同学 计时开始 来同学 第二个论的部分 应该是建立在 没有效果的基础之上 对 好 那我们就主要来聊 第一个部分 我的问题是 建厂 同时建厂 与现在就实行垃圾分类冲突吗 同学 您刚要强制垃圾分类 对那些没有厂的地方 就是一种 劳民生产的行为 没有厂 我打断一下冲突吗 不 但是您刚跟劳民生产 所以我确认一下 你是觉得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不 我刚跟您讲 您需要先有基础设施 它才会比 对面46%带7%的 有基础设施的程度 我发现认同可以建 可以实现成绩垃圾分类的程度 但更多的地方 没有必要实现 好 起码已经退了 我告诉我46%可以 我继续请教您 您有告诉我说 现在建的这部分厂 它的负荷量是多少吗 我刚告诉你 2.0的认证 是多少 13000万吨 我们一共需要烧的是2亿度 我的问题是 它现在能烧多少台 13000万吨 它现在能烧13000万吨 这13000万吨是否有效果 它能处理13000万吨的垃圾分类 所以现在是不是也有效果 这13000万吨的垃圾分类 正方剩余的时间为7分30秒 下面有请反方同学发起攻击 反方发起攻击的方式是 选择质询一分半 反方选择质询 有请反方同学 计时开始 好 谢谢主席 跟您确认一下 您方的态度 今天强制垃圾分类政策 是要在多少年内 强制中国百分之多少的重销 我们讨论政策在当今要实行班是5年之内 对 然后有方的态度是 全中国都要去实行垃圾分类 但关键是 但关键是讨论的是城市生活垃圾 以其每个城市的分类的 为什么应该有所不同 好 没有问题 接下来尼方的认识责是告诉我 5年之内 全国的三四县城市和所有的重销 都有机会和能力去完成尼方的垃圾分类 是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机理 今天垃圾的分类处理是干垃圾送到回程厂 发电商机送到填埋厂去 微生填埋或者生物 生物对早期没有问题 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因为本来根据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你方所说的基础设施的差异 这里的分类方式就可以有所差别 像最新的 你说的某一个城市它现在的干垃圾处理厂还没有建起来 那相应的 起码我这个时候可以做最初级别的分类 就是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占走垃圾的多少 可回收物应该是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你今天算得很好 你放的减量设施 你放的减量设施只有百分之二十对吗 不是 我放的意思是 在那些没有基础设施的设施 最新的设施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利益 在那些没有基础设施的设施 你不要在每一个垃圾桶旁边找一个人 专门监管和抢日他 把肯回收的物体分出来 对没有问题吧 这个的话 应该是他要找到对应该要监管的问题 好 那你已经找一个人在那里分肯回收了 分出看实来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啊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 因为劳务商财 所以这种没有进入收入 所以我们就不要欠 就不要欠 所以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花费 就找出了一些压坏塑料品的这个例子 就是您知道花费有多少钱吗 好 这是百分之二十的垃圾总量 而且我自己分里没有很麻烦呢 对没有这个百分之二十能减量多少 你帮我认证 再让我们看 今天我们的垃圾减量自用武害化 是有一个必要传言 是我专门的处理厂 对不对 包括口味说也需要专门的处理厂 有问题吧 可是你刚刚取证的事情是焚烧场的缺失 你完全没有认证 是这个处理厂的缺失 至少我们看到可回收厂应该是不确 对 至少我们看到可回收厂应该是不确 好 没有问题 这个是一个必要条件 你说中货根设置是一个必要条件 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西北管达地区 和相当在没有设施的时候 你应该说是可以强推还是不推 它没有缺失啊 为什么 那你有缺失的理想好 因为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 西北它在设断可回收厂应该是没有缺失啊 这个产器没有任何一错垃圾肯烧场 这怎么不是一个 我说的是可回收厂啊 时间到了 反方顺于时间为六分三十秒 正方同学可以选择陈词对变 请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各位好 选择陈词一分半 正方同学选择陈词一分半 有请 计时开始 我听懂那方整个论真的问题所在的 在那方看来 中国要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就意味着所有的城市要统一的 一套垃圾分类的标准 基于这个标准 有很多的城市才会因为设施的缺失 才会来劳民伤财的问题 可是我刚开篇论就跟你讲了 不同的城市随着经济状况的不同 以及它设施的缺失 本来就会制定不同的标准啊 像日本 他们由于设施比较完备 不然可以去制定比较严格的分类 可是在巴西 由于设施的缺失 或者是老百姓 他们时间不足或怎样的 他们就实行的是粗分类 你方今天告诉我说 像西北有的垃圾门道场比较缺失 那起码最基本的 可回收物的结局 应该是可以做到吧 你方前面讲说 这部分也不是效力吗 我问你 百分之二十的垃圾 它就通过可回收物的方式 它不再会对城市的生态造成威胁 这为什么不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所以反过来讲 在这些城市 我实行这样一个制度 它有什么问题 你方一直跟我说 劳民伤财 可是我现在老百姓做出来的事情 就能够直接反应到 环境的改善上面去 这为什么是劳民伤财的事 进一步来讲 你方今天告诉我说 一千 两万吨的垃圾要燃烧 只烧了1.3一吨 两一吨的垃圾要燃烧 只烧了1.3一吨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重大的利益 这相当于我们国家 每年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垃圾 不再会倾倒到环境里面去 不再会对自然自然造成破坏 这为什么不是一项利好 所以 你方今天通编的质疑 都是其余些事情 叫做我们国家的政府 根本就不懂得变通 它非要在一个 没有这基础设施的地方 要求老百姓 做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可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一看 阿基不能在国外的实施 在对比下巴西的发现 根本不是这个国籍的 谢谢 时间到 众方还剩余六分钟 反方同学可以选择沉思对变 请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陈词一分三十秒 反方同学选择陈词一分三十秒 计时开始 很高兴许对方朋友 在实施的时间 以及中国代表城商地区 都应实施两方面达成共识 继续毁定对方刚刚的问题 对方刚刚说 所有中国方式 所有城市实体统一的标准 并不是 国方也认可在部分的地区 它可以粗分类 比如说分可回收 或不可回收 两个地方便有今天提供的利益是 有20%的可回收到垃圾的利益 对方认为是对方的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在中国还有70%的是储域垃圾 这方面 尼方需要后续地继续处理 不过尼方不小的这部分利益 尼方可以直接收 那身下的20%的可回收垃圾当中 比如相当废纸和金属 民众完全可以到废品站去换钱 因为很多使用工者 他们是以此为业的 这样的废纸和金属玻璃种 完全可以换过 比如说要玻璃 像北京就比如说 空的啤酒瓶 可以换一种比酒 这样的措施 民众都可以自觉地回收 尼方今天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强制垃圾分类呢 我方认为完全没有什么意义 进一步再说 像尼方刚刚所说的 今天我们已经有1.3亿吨可以烧了 但是我们看看1.3亿吨 这部分的城市的设施在哪里呢 是在大部分的东部的亚海地区 而根据我方的书记 实际上中国环境科学院的达志告诉我们 像西部它连收集 运输和金属处理设备完全都缺失 在这部分都完全缺失的情况下 尼方怎么要求他们强制进行分类呢 尼方说先进回来的例子 像尼方所指的87 以及左轨日本瑞典 他们都是在垃圾设施已经晚辈的条件情况下 再强制民众进行垃圾分类 那尼方今天设施根本准备 连收集设施都没有地方 尼方凭什么强制他们进行垃圾分类呢 现在尼方后续的解答 谢谢 时间大 反方剩余时间为五分钟 正方同学可以选择对变 请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正方选择一分钟置询 请重复一遍 正方选择一分钟置询 正方同学选择置询一分钟 有请计时开始 你刚刚告诉我说 在中国 可回收入 在强制分类和不强制分类的时候 没差别 请告诉你的 您倒没有认识 您把利益到底有多 所以 即使不实行强制大减分类 大多数的可回收入也可以处理 因为民众有动力 好大多数的可回收入可以处理 举证 我刚看到之前的数据里面是百分之五 哪分数据里面讲的 我刚就在国家特别学里 给你时间 你现在讲出来 我刚看到的是 学校文规划里面 他们讲 有百分之五的可回收 是没有被好好的回收的 这才是地方的利益 而不是地方最上的百分之二十多 我确定哈 你说出来阿商负责任的 你告诉我 当今中国可回收物只有百分之五 没有被好好回收起来 你确定这句话吗 是啊 我对等法是没关系的 好的 这份数据我们双方存在争议 进一步的话我跟你讲 再往下 你今天告诉我说 因为会有很多的地方 它没有那个回收场 所以我们那1.3亿的利好 是收不到的 请教一下 是不是大部分的东部城市 其实他们垃圾是海南比较多 但对不 不用 我刚看到的是西部 五个省 只有2%的垃圾焚烧场 是 所以我问的是 东部的那些垃圾焚烧场 可以处理很多的垃圾 我刚告诉你了 干净百分之七的四十六 这些人 您方可以存在小时达 这些人 这是我的双方共同感 您方也不知道 所有都是中麻辣 都小时达 好 所以你方的意思是 对于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 可以推行 而不管看地区不要推行 是的 所以不管看地区 推行那种粗分类的方式 厉害是什么 劳民伤财 劳民伤财的地方是什么 对于一个农村 连阿基收集设施的地方 都没有一个地方 你把它分出一拉半的这样的塑料品 劳民伤财的地方是什么 我刚跟你讲啊 你只有5%的利益 没有票在每一个垃圾 都放一个人在那里监控 就为了这5%的利益 我们现在有回收站 有失荒 这些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好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在于 你方认为垃圾分类的 这样一个逆时要不要推广 可以推广 但我方可以教育 时间到了 正方还剩余5分钟 反方同学还未选择对变 请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选择对变2分钟 反方同学选择对变2分钟 计时开始 好 妖妙 您刚刚才说 百分之二十的可可收入 有没有计算过 经过城市的拾荒者 拾荒之后的数量 坦白讲我刚刚看到就是35% 所以先不请教你们 你方今天告诉我说 东部的城市 他们就是因为工厂的占品不一样 所以会有问题 会收到上来那么多垃圾 我想请问 在东部的城市里面 如果会强制推行的话 会不会收上来这些干垃圾 在东部的城市里 基本上垃圾很烧场 也是仅仅那些发达城市 省会副省会城市 也就是我们双方今天都共同承认 那46个试点城市是何意推广的 您刚刚要告诉我 即使是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城市和乡村之间也有差距 城市和城市之间也有差距 您问我跟我举证的是 大部分地区都有那种利好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 比如说我们说征兵制度 征兵制度在有些地方 还人比较少 所以我们制度没那么严格 我可不可以说 因此我们回家 没有全面推行征兵制度 我们是一目另一目 我们是一目另一目 只要存在 对 所以你看吧 就是国情的不同 所以导致的政策是不同的 您刚要跟我取证的是 在西北部的那些地方 您在每一个垃圾桶旁边 放一个人 就为了收上来那些压罐瓶 您刚觉得 如果看到卖钱 没有失望者去收吗 监管可不可以有所差别 监管的差别是什么 至少要有监管吧 而且监管要有力度 要有执行力 才能达到您方的你好吧 为什么 您方的意思是 如果我不在任何的垃圾桶 也不看着你 也不对你罚款 您方还要强制 抽查和志愿者可不可以 抽查是什么意思 抽查就是每周有几天 我随机都过去看看 这样是不是一个利好 好 在上海 即使是基础设施如此满备 而且民众的素质也很高的地区 都存在 趁着夜黑风高前去丢巴基 您方觉得只抽查 那民众不会知道你的抽查规律之后 就随便在其他地方都不分类了 您方的这个利好 如果退到政府 您方的利好说什么 微风其微 等等 你现在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请教一下 在巴西 日本 德国 瑞典 美国 这些实行强制垃圾分裂的国家 有没有像你方那样 那么严格的监察制度 基本上都是用的 而我还要告诉您的是 日本有1200多座垃圾处理厂 德国有1万多个垃圾处理设备 包括台湾地区 它是在整个的垃圾处理量 达到它这个地区 每年处理量的2倍之后 10年之后才开始强制垃圾分裂的 所以你看 民众举障不出任何一个地区 是在基础设施不晚位的前提下 强制对行垃圾分裂制度 对不对 民众举在逃避问题 我在问你 这些国家是不是实行了拉近分裂制度 都需要这么严格的监管措施 你跟我说他们的基础是比较完备 再不答我问题吗 相对严格 如果按照民众举障的 举证 我方觉得 什么意思 民众举障相对完备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 巴西它的监管制度 完全没有民众说的那么严格 每户人家旁边都要占一个人 所以民众认为巴西非常的严格 举证在哪里 你不能够口说白话 如果他不检查的话 民众的那个利好都在哪里 他怎么保证民众真的能做呢 谢谢 所以对方认为巴西真的很严格 是因为他觉得 一定要这么严格 再请问了 美国有这么严格的吗 你在取证是哪里 而且美国只是部分地区垃圾分裂 是比方说美国的旧金山实施的 想起垃圾分裂 他监管想比方说这么严格 取证是哪里 有一些巴达的地区 它是用一些自动的分检垃圾桶 而这个垃圾桶 在西北部地区 可是没有逃检的 那还是在逃避问题 我在问你 你口口声声告诉各位 现在要强制实行垃圾分裂 就必须要给民众实施 如此强制的监管 如此严格的监管 不然会没有效益 可是你不能讲的 美国 日本 德国 包括你讲的巴西 你都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取证出来 将你讲话负责任吗 上海就是这么严格的 而且如果不严格 你应该要负弃取证责任 效率有效益 反方时间到了 谢谢 所以对方通编的论证 都是告诉我们 我们觉得 他一定要这么严格 才会有用 可是我们看看现状 不管是已经在实行的巴西 还是目前在做厂施试点的上海 都没有严格到对方所做的程度 这是第一个 我们通过现有的志愿者是 都已经能够按照相应的效果 第二个 对方忽略的最大的利好是什么 当我们在强势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 对于垃圾对于环保的意识态度 是有去推动的提升的 这对民众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此前 我没有人关注垃圾分类的议题吗 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上海人真正开始实际 强势做垃圾分类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开始关注这个议题 学会怎么去做垃圾分类 这不也是一个理好 谢谢 反方剩余时间为三分钟 正方剩余时间为三分钟 正方同学还未选择对变 请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30秒乘词 正方同学选择乘词30秒 有请 计时开始 希望解决一下监管的问题很简单 我们来去看一下 酒驾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辆车都要查 全天每一辆车都要查吗 不是吧 我们来去抽查产品质量的时候 是每一个产品都要去查吗 也不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疑惑的事情 行政强制力不是告诉你说 每一个垃圾桶旁边都要站这个人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德国日本巴西都没有这么严 你告诉我他这么严 你告诉我谁告诉你的呀 哪分资料 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 正方还剩余2分30秒 请反方同学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陈词1分钟 反方同学选择陈词1分钟 计时开始 好 谢谢主席 我一茂盘 但我方真的很想质疑一下 您方今天的成绩 您方今天告诉我们说 我方的政策不是这个 我方的政策不要那么严格 我方的政策不是瓦西 不是日本 不是美国 您方的政策是什么 您方要在什么样的地区 实行怎样的策略方式 我方到现在都没有听到 我方以上海为例 给您认证 如果中国实际上海的政策 会怎样 但您方始终没有告诉大家 您方到底要用怎样的政策 来达成您方的效果 所以说 这是我方第一点之一 我方认为您方没有整理出别的争议 第二点 您方今天告诉我们大家 说监管可以不用那么严格 但请注意 这个时候您方自己一面脑里的利益 您方自己一面脑里的利益 也都在后退 您方如果没有那么严格的监管措施 您方如果没有那么严格的人 每个人都在拉近旁边 站着一个人 您方不付这笔钱 您方的地图 和那些所谓的群体们 有什么区别 希望您方好多认真理想 以上 反方剩余时间为2分钟 正方同学还未选择对变 请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2分30秒 正方同学选择对变1分钟 有请 计时开始 好 朋友们你好 问您方了 今天您方看到的所有的地方 都是还那么严的吗 不是 如果不那么严的话 您方就要跟我举证 在抽查的情况下 怎么能让垃圾减量资源无汉化 达到解决您方想要解决垃圾维城的效果 抽查加增大违法成本 跟我们国家现在的抽查一些环保 环保污染企业的类型一样能解决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我方说的是 如果您方减弱了这个监察力度 您方达成的持续力也会相信减弱 这部分损失您不要担负的 所以您方医院脑里所说的内容 想要解决垃圾维城 是不是解决不了了 我方告诉您的事情 是在现在的环保企业当中 通过抽查加增加违法成本 加惩罚的方式 可以解决来现在的环保问题 您方说我方减弱了 请问到什么地方 您方认证一下 我方想让您方认证 如果使用抽查的效果 因为我知道 上海和市场 才有相对严格的方法 如果不是采用上海的方法 效果多少 您方都可以给我举证吗 您方举例好了 现在在巴西 在日本 在美国 都没有像你说那么严格 大家都是用抽查的方式 查到就重罚 这种时候它可以达到效果 那类比到环保企业 抽查在我国一样 可以达到效果 所以为什么 在其他地方推行抽查 达不到 您方认证啊 不可以类比的方式 是因为 在美国 巴西 日本 他们都看到了 如果我那样分配之后 确实会不会环保 有很大的好处 可是您方在西北地区 已经都退让到了 那5%的可回周末 就是那份 失望者也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方不知道 西北的民众 为什么会愿意支持这项政策 其实这样子 您方告诉我们 从现在西北有很多东西 民众可以自己消化掉 您把它分类出来之后 对民众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是您方许真的 按照您方的那种粗放分类 我方确实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您方要细密的分类 至少把干湿拉基分出来 才能达到无害化和资源化的话 您方就要给我举证 西北的这部分 基础设施的确实性 反方实际道 问题现在是这样子的 他方告诉我们说 西北地区 他要 他不能用粗分类 因为要达到无害化 今天西北地区 本身资源不足够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尽可能的 做到拉基分应该得到 利好不够的 那这出来之后 不劳民苍才 因为民众也不会觉得 他有多麻烦的情况下 为什么他去说 你方所做民众的反抗 时间到 正方还剩余一分三十秒 反方还剩余一分钟 请反方同学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反方剩余一分钟 反方同学选择陈词一分钟 有请 继时开始 谢谢主席大家好 首先根据前述的分类 尼方的利益 百分之八十的 百分之八十的不可回收 其中百分之七十的 除以尼方的利益 完全达不到 后续的解决尼方完全听不到 尼方唯一剩下的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可回收 而我方已经用拾荒者 以及民众可以自发的 通过换购的方式 解决了这百分之二十的 用借代性的措施 解决了百分之二十 那剩下的这些部分 是不是同样需要涨 同样需要设备 同样需要资金的投入 像上海就需要 9051的成本的投入 类比到其他城市 尼方告诉我 现在的城市如何负担呢 按这样的情况下 尼方又没有解决钱 又没有解决社会的情况下 尼方还要强制民众区分类 根据我方公共政策的理论 如果政策本身没有执行的效果 到最终政策里面有解决力的话 那民众就会抵制政策 然后也会质疑政府 对于政策执行的科学性的部分 那会不会出现像湖北 仙桃 武汉 新州 以及广州开与着万人抗议 警民冲突的 这样令人遗憾的情况呢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续的我们的环保还做不做 后续的分类还做不做 所以我方倡导在 垃圾分类设施 还没有完全实施的 大部分的地区 我们应该先叫你宣传 这种等时设计 时间到了 拔片之后再请想止 谢谢 反方时间已用尽 请正方同学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我抗议 明明我们国家可回收户的回收率 只有50%不到 对方告诉各位 95%都肯定了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数据造型 当然我不是在质疑 你方的导致 我觉得应该是 你方看错了一个百分点 各位知不知道 95%的可回收率是什么 全世界第一 中国可回收户的回收率 达到了世界第一 你妈有看过这样的新闻吗 我都觉得 你真的应该仔细地去看一看 资料上面到底是50%还是多少 因为这个数据 这个事实长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意义不是你方想那么小 谢谢 正方还剩余一分钟 请正方同学继续选择攻击方式 30秒诚词 正方同学选择沉词30秒 有请 计时开始 同样无意谋反 在行政管理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多元主体共治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政策应该怎么制定 应该是由当地的政府民众 以及市场三方协调来解决的 靠一个统一的政策 统治全国 这早就已经是很落后的行政管理学概念了 所以我们这次强调的事情是 要多元主体共治 你们告诉我监管不够 公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让公民参与进来 你们告诉我说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不够 我能不能回馈公民 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多元主体共治才是解决方案 时间到 仲方还剩于30秒 请继续选择公积方式 30秒的陈词 仲方同学选择陈词30秒 有请继续开始 其实我方同学刚刚所说好了 其实对方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政策的配位 对方想要用上海这样一个 较达地区的这样一个政策 给中国很多地区 大部分地区所有地区都采用这样的政策 是一些较偏远的西部地区 但是我们我方可以看到是怎样 政策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现实状况来决定 比方就像你方所说 在一起比较落后的乡村地区好了 因为乡村地区 他们很多垃圾 其实是像我们所说的 农业垃圾 比如说麦干这些 这些垃圾其实可以专业用 去到一种地方 来进行一些处理 他们最后可以产生 酒精这样的清洁能源 时间到 感谢双方变手的精彩发挥 现在进入比赛的最后环节 对局终关 由双方愿意变手做总结成词 时间为4分钟 根据评委有问环节对结情况 由反方选择截变顺序 反方变手选择的顺序是 选择截变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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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有请众方变手 总结成词 计时4分钟 有请 感谢 感谢 有请 选择截变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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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展到什么阶段 他们告诉我说 上海那边可以 没问题 但是中西部地区 你要不要解决 中西部地区的那些基础设施 不足的问题 你要不要解决 当然要解决啊 我方从来都不是告诉你说 干湿是唯一的标准啊 我们同学后面也提出来了 可回收 不可回收 是不是同样也是一个标准所在 标准本来就应该是灵活的 这个时候我们数据出现了一些分歧 我们会觉得可回收垃圾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所在的 因为说实话 95%的垃圾可回收垃圾都已经被收走了 这个事情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惊恐 因为很明显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 门外的那个垃圾桶里面 我刚刚丢下去的那一盒饮料罐 它有没有被收走 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95%听起来真的有点 出乎我们意料所在 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我们这边举出来的数据是 50% 那你告诉我 50%让那边的利好 这部分利好算不算利好 对一步来讲 就算真的如你们所言 只有5%的利好 这5%的利好 来到不值得我们去做吗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 你们告诉我说 这5%的利好太小了 让人民感觉不到 这个事情做得有成效 可是 在我们刚刚最后提出来的 多元主体公司 这样一个理论之中 我们强调的事情是 不要再采用 现在的粗暴的 粗暴式的 使用政府主导的 这样一个垃圾分裂方式了 以前全中国都是 我们应该裁决的事情是 让政府 让市场 跟让民众 三方 共同来去制定 这个政策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事情是 但是在同样 有一些城市 比如说以前广州 以及南京市有一个小区 叫做饶化 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中 政府裁决方式是 如果你垃圾分裂做得好了 你这部分可回收垃圾 我把它收回来之后 我把利润反贴给你 我把这部分的钱反贴给你 5% 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虽然听起来很小 但是我们再往下问一问 如果正像你们所说的 95%的东西 都能够被收回来 一个饮料怪 多少钱 他们连这点钱都愿意去摊 你告诉我说 那5%的钱 不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不够租进他们 去采取垃圾分裂 那我觉得很凋骨牙 很奇怪 换句话说 这个瓶子是瓶子 这个瓶子 就不是瓶子咯 那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垃圾问题在今天 需要强制得到推行 因为这样子才能让东部跟西部 各自解决他们不同的问题所在 再来往下讲 我们后面一直在强调的事情是 什么时候人们开始 真的正式垃圾问题了 就像我们言论中所讲的 之前推了15年 15年一点成效都没有 我该认还是真 就跟我们什么事情很像 我觉得是跟我们生活之中 对一些 比如说我们打别论的人 妈妈喜欢常常唠叨我说 你要少熬夜 确实我以前大爷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 因为那个时候我身体很好 我熬一晚上 夜天第二天照样升龙火舞 可是等到我大三 真正开始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 这个事情的急迫性了 为你问对方同学 今天人们确实可能感觉不到 这个事情有什么利好 可是当垃圾问题 严重性真正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 来得及吗 时间到 感谢众高同学 最后有请反方同学做总结成词 同样计时四分钟 有请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孔子说 岛千诚之国 敬事而信 且用而爱你 使你你时 今天我们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头 如何如此复杂 服悦如此的辽阔 地区差异如此之巨大的地区 其政策的推行肯定要紧之又紧 甚至又深 我们暴露这样千几的态度 再来看一下今天您和我双方的政策差别 首先 您帮指责我方数据造假 其实没有 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民众的垃圾中有20% 如果是可回收的 这张民众的数据达成共识 我方说有95%被回收利用 是相当于95%可以被回收 可以被拾光者回收 而尼方告诉我说50%的资源化 对不起什么叫资源化 是它可以被送到可回收厂里去资源化 有没有一部分的拾光者的垃圾 塑料瓶没有被放进去 是可以的 我们暴露这样再来看一下 尼方的效果和表现在哪里 尼方的效果今天要告诉我解决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是垃圾维生的问题 第二是垃圾的资源化 我们还是那些减量化 我们来看一下 尼方最后已经把利益推到哪里 对于那些广大中西部地区设施不足的地方 尼方只想解决那些可回收的压罐 塑料瓶废纸的问题 可是它的量能够占多少 相当于现在已经95%被解决的量的时候 还已经造成了垃圾维生 是不是垃圾维生的问题 就不是这些可回收的压罐 就造成了问题 难道我们城外围制的都是这些压罐吗 不是呀 我们大部分垃圾都是厨域垃圾 和生活中产生的废用品 这些垃圾就是干湿垃圾的主体部分 是它们造成的垃圾维生的问题 我方今天非常有诚意地在给你在这里 探讨我们的垃圾维生问题如何解决 主要的就是靠垃干湿分类 尼邦告诉我说干湿分类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是一个上海的标准 严格的标准 不对的 实际上所有的强制垃圾分类的程式 干湿分类是最基本的方式 您知道日本的垃圾分类有二种的细分方式吗 我们把干湿分类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干垃圾可以送到焚烧场去发电 吃垃圾可以去卫生填 或者是生物产生草气等等之类的 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尼邦所说的这些一万三千吨的干垃圾已经被焚烧量 是不是坐实在尼邦的立场 不对 它坐实在今天中国已经有的干垃圾的焚烧量 而对于其他的那些没有产生的干垃圾焚烧量 地区其实才占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而那部分大部分的长乡地区和西部地区 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建这些厂子的 我方已经告诉你 我们连十三五规划的五百二十九座的本招厂的时候 还有三百一十一座没有建成 而十三五规划本身就没有要求要强制分类 就是说把这一场全部建成的时候 我还达不到就强制分类去处罚他们的标准 尼邦现在如此极工精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是不是会与事实被闹而迟呢 所以今天尼邦的资源化不害化和减量化 在我方已经注重出这个后续的处理不足的情况下 这个利益是根本做不到的 今天对方并有似乎要给我们营造一种 我们垃圾只要分在那里 它就像魔法一样消失的一段场景 不对 现在垃圾分类是一个专业化的链条式的工艺 它的前端分类中端的运输后端的处理缺一不可 我方今天要给你论证的就是我们的中端运输还缺四十五万辆车 后续的厂子还需要大量的没有建成的情况下 一辆前期分类了没有效果 是老百姓放在那里之后 因为罚款还分类的设施 就会给你混装运种混合处理 但老百姓能没有怨言吗 这样做的道理是为什么 我们重新回到孔子的话 到先圣之国尽食而食 节用而安一食 民一食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中国现在的体量 早已经不是一个先圣之国了吧 政府的政策制度 怎么可能不利益绝合得到前后 前后设施 前后处理得到呢 那么我看到前后处理得到呢 如果把它相反 不是后夸做前端的话 是不是我们政府的公信率会下降 人民会愿意再到 而政府 而环境问题 就没有得到出一张一种三书的局面呢 感谢双方便手的发挥 我们的比赛环节 暂到一个段落 下面有请各位评审 投出您手中的印象票 下位同频审将印象票投给了众方 目前比分为正方比反方二比一 正方暂时领先 下面有请各位评审一步台上 正作与印象票所投支持方座位 正作与印象票所投支持方座位 下位同频宣估计方座位